5个 好 5个勾完 我们数一下 1 2 3 4 5 在第5个帧目 入帧 挂住这个线圈 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 勾一个锁帧 好 勾完之后 我们与我们第一帧 这个扣记号扣的位置 我们第一圈 勾完最后一个帧目 也可以给它 扣一个记号扣 新手的话 做好记号扣 跟着视频里面 来扣好记号扣 好 勾完之后 我们与第一帧 做引拔 好 引拔针 还是直接脱过 后面这个线圈 然后收紧 好 那我们第一圈的 爆米花针就勾完了 勾完之后 我们开始第二圈 第二圈就是 还要先勾三个锁针 作为起立针 一二三 勾完三个锁针之后 然后我们在第一针这个位置 我们要跟第一圈错开 第一圈是先勾了一个长针 然后再勾爆米花针 那我们第二圈就要 先勾一个爆米花针 然后再勾一个长针 就是我们在这个 上一圈爆米花针上面的针目里面勾长针 然后在上一圈的长针针目里面勾爆米花针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波罗针它才会就是像这样 这样斜着 这样交错的 交错的这样 制出来 这个纹理 其实这样形成这样一种纹理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在扣记号扣的这个位置 这个针目里面勾五个长针来勾一个爆米花针 好把它取下来 先绕线一次 然后这样 先勾一个长针 然后我们再次入针 两个长针 绕线 三个长针 绕线 四个长针 绕线 好 五个长针 五个长针勾完之后 我们来数一下 一二三四五 好 从第五针 入针 然后挂住这个线圈 然后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 勾一个锁针 好 我们要在这个爆米花针形成的这个针目 上方这个针目上扣一个记号扣 因为这里是第二圈的第一针 刚才三个锁针作为起立针是不算做一针的 我们现在爆米花上形成的这个针目是第二圈的第一针 这也是第二圈勾完之后 我们要做引拔的这个针目 好 我们这个爆米花针勾完之后 然后绕线 在上一圈爆米花针目上形成的这个针目里面勾一个长针 入针 这样挂线 这样拉出来 好 勾了一个长针 那我们下一个针目 就是上一圈的长针上方形成的针目 我们要勾爆米花针了 然后这样 爆米花针 先勾一个 在同一个针目里面 要勾五个 这里已经勾了四个 五个 大家可以数一下 好 刚才这个是爆米花针上方的长针 这里一二三四五 好五个 我们从上方数 一二三四五 在第五个针目里入针 然后穿过第一针的这个线圈 拉过来 然后勾一个锁针 然后这个针目就是爆米花 落在爆米花上 就是爆米花对应的针目 把这个线多放一点出来 好 我们勾完一个爆米花之后 我们又该开始勾长针 长针是在上一圈的爆米花针 上方形成的这个针目里面 这样 针 刮线拉出来 三个针目 三个针目 勾一个长针 勾完长针之后 下一个针目里面 该勾爆米花了 好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五个之后 如果你一眼能看到这里是第五针的话 就从这入针 如果你新手还看不明白的话 我们还是数一下 一二三四五 好 第五个 这样 拉过来 然后 勾一个锁针 这就是爆米花上的针目 那我们剩下的 其实每一圈都是交替进行的 如果上一圈是先勾一个长针 再勾一个爆米花 那下一圈开始的时候 一定要是在长针上方 然后勾一个爆米花 在爆米花上方 勾一个长针 这样交替的进行 交替进行 就会形成这样一种 斜着上去的这种菠萝的纹理 会比较好看 这种 斜能上去的 好 下面我们就自己把这个第二圈勾完 勾完之后 我们来教大家缝一下这个 网格片 大家先把第二圈勾完 自己勾一下 好 我们第二圈先勾一个爆米花针 再勾一个长针 我们已经勾到最后一组 最后一组的爆米花针已经完成 然后还剩下最后一个长针 我们把这个记号扣取下来 取下来之后 完成最后一个长针 第二圈就完成了 好 最后一个长针上 我们扣一个记号扣 扣完记号扣之后 我们与第一针做引拔 首位连接起来 第一针记号扣先不取下来 直接收紧 好 然后我们先勾一个锁针 把它放在这儿 好 那我们刚才底部勾完之后 现在又勾了两圈的爆米花针 现在这个底部整个已经看着是非常的大了 好 好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个网格片缝上 网格片 其实是差不多整好的 大家如果觉得有点大的话可以剪掉一圈 我这里是觉得有点大 我们把这个给大家的这个网格片剪掉一圈 我们这个包底是不能再加大了 勾七圈 勾七圈已经是最多了 如果再勾八圈的话 这个线材可能不够用了 就是如果你再想勾能装手机的这个波罗包 是一整团一百克的线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不要狮子加大 狮子加大 狮子加大导致线材不够 店铺是不于不发的 我们把这个最外边的这一圈给剪掉 我们这个网格片可以自己修剪的 我们把底部放上网格片之后 它承重力会更好 然后装手机或者一些稍微重一点的东西 它不会软塌 然后我们拿出我们刚才的线 如果你是从里边取线的话 那你现在就从外边这个线头剪掉一阶线 来缝网格片 稍微剪一阶线 稍微剪二十厘米长就够了 不要剪错了 不要剪到我们正在勾包包用的那个线了 好 我们从外面剪掉一个线头 如果你是从外面取线的话 你现在就需要用线 可以从里边套一个线头来剪掉 如果你把正在勾的这个包包的线剪断了的话 也是没关系的 我们可以我们中间有接线的方法 好 我们把这个线拿出来 直接穿上我们这个细的这个缝一针 穿上缝一针之后 我们找一下位置 正好我们是缝在这个底部这一圈 好 我们先从这个里边 先从短针 第七圈的短针这个背面里面 我们这样先把它缝在里面 先缝一点 好 我们还是从中间多缝一点 缝两圈 我们从第三圈开始缝 看个钩针 看这个缝和针能不能穿过去 我们从第四圈 这是中心的一圈 一二三四 好 我们从第四圈开始 第四圈 一二三四 第四圈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找一下这个位置 好 第四圈其实大概就是在我们刚才勾 勾包底的第四圈 好 我们先把它缝进去 好 这里稍微压一点 这里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给它打一个 打一个线头 打一个截着呀 好 这里是被压住了 没有关系的 那我们直接穿过 一二三 这里是第一圈 一二三四 好 第四圈 我们能穿过来 这个 这个缝和针的 这个针尾是能穿过来的 我们是去掉中间这一圈 然后一二三四 好 穿过来 穿过来之后 我们这个 隔 隔几 隔几隔都无所谓啊 我们隔四隔吧 然后先穿过去 穿过去之后 我们是从这个里边 好 我们不要穿到背面去了 我们从这个内部 藏线 这样 我们从内部藏 藏了之后 我们后面再带过来 然后我们再隔四针 然后直接穿过 穿过这个背面 穿到第四圈上 穿到第四圈上 大家看一下 穿到第四圈上 这样 拿过来 好 让我们中间再隔两针 这隔几针都无所谓 大家就把它穿结实就行 好 然后我们再这样 穿 不要穿透它 不要让外面不好看了 好 我们再穿一针 就把它最外面再缝一圈 然后从这里穿过来 好 好 我们第一圈缝完了 然后从外面再缝一圈 正好是从 从我们第七圈这里边 第七圈 这个短针 背面 好 直接缝 这样 穿进去 这里无所谓 我们中间隔几针 我们只要把它穿结实就行 好 好 没事 这样 穿的时候就把它穿过来 好 好 我们缝 这个缝包底 就是缝定型片 就是这样缝的 在里边我们也看不见 但是 就是尽量的 一针一针的 给它缝 结实一点 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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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后 在这样 给它藏起来 我们最后把这一个线头藏在 藏在这个背面多长几针 如果你觉得不美观的话 我们再多长几针 然后直接给它断掉 倒退长一针 藏过来之后我们直接断掉 那我们这个包底定型片就已经封完了 封完了之后我们还是继续开始来勾下一圈 下一圈就是第三圈的爆米花针 我们每一圈都要勾够21个爆米花 因为我们底部是以42针结尾的 以42针结尾 42针的话就是一针 一针爆米花 一针长针 然后这样的话爆米花一圈是21个 然后现在我们开始下一圈 下一圈刚才我们已经立了一个起立针 那我们还要再立两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一共是三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上一圈的第一针是爆米花针 那我们这一圈的第一针在这个第一针这个位置 就要勾长针 好先勾一个长针 好勾完一个长针之后 我们在这个长针上 长针上方这个针目里面扣一个记号扣 这是下一圈 这是第三圈勾完 我们要在这个针目里边勾引拔的位置 好勾完一个长针之后 我们绕线 开始勾下一针的爆米花针 在同一个针目里要勾五个长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好我们勾完五针 大家可以数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正好是在长针位置前面的这个针目 就是第五针 然后我们挂住这个线 直接拉过来 拉过来之后 勾一个锁针 勾完一个锁针 这个锁针就是落在爆米花上面的这个针目 好 那这一圈还是一直按照这种方法 重复我们前面一圈 第一圈第二圈的方法 后面的一到十二圈都是重复这种 隔一个长针就勾一个爆米花针 大家就按照这种方法 然后一直勾 就是上上这一圈跟上一圈肯定是错开的 这一圈在上一圈的长针上织爆米花 在上一圈的爆米花上勾长针 这样我们勾到十二排 勾到十二排的时候看一下线的用量 再来决定往不往下勾 如果中间有断线的话 我会教大家来接线 大家先自己勾一下 就按照这种交错交替进行的这种勾法 隔一个长针 勾一个爆米花针 这样勾 大家继续接着勾 每勾完一圈都不要忘了 手为连接勾引拔 然后再勾起底针 大家自己勾一下 我勾到这里 发现这里遇到了一个接头 然后每个人在线团里面 可能有一到两个接头 然后遇到接头的位置不一样 我们在视频开始的时候 有提示视频多少分钟处有接线方法 大家跳到这一分钟来看就可以 然后我们这里遇到接头或者是断线 我们直接把它剪断 给它接上就可以 先把这个接头剪掉 剪掉之后 然后我们是在长针处接线 就是不管你是在爆米花针 这里断线了 还是在这个长针处断线了 我们都是先勾一个 长针的未完成针 好勾到这里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的时候 我们这样把这个线 这个线头放掉 然后手指重新带上要接的线 这样拿过来带上线 这个无名指和中指 捏住这个线 递到勾针的后面这样压住 压住之后 我们绕这个 要接的这个线给绕过来 完成这一个长针 这样拉过来 好 这里这个长针 已经被我们接上了 我们接上之后 可以把这两个线头 这样打一个结 好 轻轻的 这样 打一个结就可以 如果你害怕冒线的话 我们打个死结也是可以的 好 我们打个死结 然后再把这个线头藏一下 我们再带上这个线 带上已经接好的这个线 来 好 不管是在爆米花针 还是在长针处 都是这样的接线方法 好 我们这个手 这个中指和无名指是捏紧 后面这两个线头的 然后我这里 这个爆米花针已经 同一个针目已经勾了两个长针了 我们再次入针 这样 第三个 然后我们 入针的时候 这个线头都是放在勾针的上方的 这样捏住 放在勾针的上方 这样 好 这里是第四个 然后再次入针 第五个 第五个长针够完之后 一二三四五 好 从第五针 入针挂线 这样拉过来 勾一个爆米花针 然后我们这个针 这两个线头还是放在 我们穿下一个针目的时候 还是放在勾针的上方 边勾边藏线 这样拉过来勾长针 这 勾完一个长针 下一针我们要勾爆米花针 线头还是放在勾针上方 我们 长几针就可以 把它剪断了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好 五个 五个勾完 一二三四五 五个勾完之后 这样 穿过来勾一个爆米花针 好 我们再绕线 下一个针目勾长针 这样 还是把这个线放在勾针上方 藏一下 好 我们就藏这几针 然后就把它剪断 把这两个线头剪断就可以了 它是不会冒线的 好 这里是看不出来痕迹的 我们藏线 我们接线的痕迹是看不出来的 这里 那我们接着就还是继续这样 一针爆米花针 一个长针的这样 勾下去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这样 然后 这样 穿过来 拉过来 这样 好 我这里已经勾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 十三圈 然后 我这里的线还剩这么多 还可以就是 我们勾到第十四圈吧 因为现在有的手机特别大 我们这个包底是这样的 然后它是越勾越大的 我这个成品是小一号的 它是勾了十二圈的 包底是少了一圈的 它是小巧一点 大家如果 就是 手机特别大的话 反正这个线就是只勾 14 14圈 如果再四次加大线不够的话 是不渝不发的 就按照我们视频教程里面的 这个尺寸来勾就好 下面我们自己再把剩下的 两圈 13 14 给完成 完成后 我们来讲这个 抽绳的口和叶子的部分 好 下面我们自己编一下 好 我们这个菠萝包的包身 已经勾到第十四圈的最后一针了 最后一针 我们是一个长针 从这个上一圈的爆米花针上的针木 转过去 好 带出来 勾一个长针 好 长针勾完之后 这里我们把这个长针退出来一针 就是勾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放在这 然后我们来拿出均绿色的线 我们这个主体完成之后 我这个线还剩这么多 大家如果就是新手手紧紧 或者是中间开头起针的时候浪费了一点线 也是够的 线才是足够的 我们勾了十四圈 整个包身 主体有17厘米长左右 好 我们拿出这个均绿色的线 然后带在手上 这样 捞线 捏住 然后我们直接换线 刚才是最后一针 我们直接换线 换线就是把它捏住 递到针针的后边 这样 拉过来 然后针针上的线 我们扯一下 这两个线我们一并 这两个线头我们一并用中指和五明指捏紧 然后我们找到第一针 第一针的位置就是上一圈我们爆米花的这个针目上的这个 爆米花的针目 因为爆米花这边是三个奇力针 好 我们这一圈是爆米花针开始的 然后长针是结束的 所以我们找到这个第一针的位置 然后挂住均绿色的线 挂住绿色的线 然后我们这样 勾一个引拔 然后使劲往后边拉扯 好 再把这个线圈缩小 好 我们勾一个锁针作为奇力针 好 勾完一个锁针之后 我们 把这一圈 不加不减的 勾一圈短针 然后是42针 我们勾短针的时候 把这两个线 是放在勾针的上方 这个是我们换的这个均绿色的线 然后这一节开头 我们把 咳咳咳咳咳 我们把这个金黄色的线 直接剪断 金黄色的线 我们主体的线就已经 用够了 我们暂时用不着这个线了 然后我们来勾一圈短针 勾短针 刚才是从第一针 还是从上一圈这个 菠萝 就是上一圈爆米花针 上面的针目入针 然后把这两个线 放在勾针上方 藏一下线 带线勾 好 这样勾过来 这样我们勾一个短针 短针勾完之后 我们在这个 V字上扣一个记号扣 第一针这个针目上 扣一个记号扣 那我们下一个针目就是长针上方这个针目 勾一个短针 我们这一圈的短针勾完之后 是42针 跟我们这个包底的最后一圈的针数是一样的 然后这里 这里虽然这里是有一点 这个不是针目 这个只是爆米花针和这个长针连接的地方 我们还是从爆米花针上面入针 然后把线头 然后把线cen 然后把线连凝围